三年以上的桌子 毛座的结去掉 锯下以后然后就是撇 撇个断面 用这个卷包 把这个表面就弄光滑 这展开以后 它要同步水里面煮 软化以后 然后就是攀平 放在太阳底下晒 应该一年以上 或者两年以上 固定以后 然后我们就是 直接就是把这个材料 或者贴在木柯上面 定型以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气形了 气形做好以后 然后打磨 给放到几年以上 光这个黄片的准备过程 就这么复杂 我学校就做这个工的 我们有一科是 金工木工 也会学这个抱木头 会我们会用车床 啊试一下呗 挖木匠上线 哈哈哈这样可以了 对对对 它有个角度的 它有个角度 对对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对就这样 多了不多不多 哎确实很专业 可以用它来刮土豆丝 是不是 哎这个是那个啊 鱿鱼丝 要不来吃吃 挖哥这个感觉 和原来在学校学的时候 这个更 更手动一点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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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